目前的位置 它的中心距離鵝鵝鵝比東南東方大約47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暴風圈正籠罩的巴士海峽跟東南部海域 我們要請在這附近的作業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我們預估颱風未來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向北北溪的方向移動 到明天早上這個時間點 它只來到鵝鵝鵝比東方大約400公里的海面上而已 由於它移動速度非常緩慢 所以它未來浪對我們還是造成非常明顯的影響 而風在今天會持續的增強 至於降雨的部分 就會在陰風面的東北部北部山區跟東部這些地方 我們先來看一下浪的部分 從最近浪的觀測可以看到 黃色代表已經達到長浪的標準 橘色代表這些地方達到巨浪的標準 從主線的空間分布 台灣周圍的海域來看 在東北角到東半部海域到恆春半島這地方 甚至到馬祖 這些地方都管制到長浪 尤其在東南部海域 就台東藍雨這些地方都來到巨浪的標準 浪是非常的大 我們在預估今天的預報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時候 黃色的地方代表是外來有三米 上的浪高分布的地方 而綠色代表兩米的地方 這代表是說 剛提到的東北角東半部恆春半島這些地方之外 其實在台灣海峽這個地方的浪高 也逐漸來到兩米 上 尤其從今天白天 到今天晚上的分布 黃色的區塊 三米上的浪高 包含了澎湖近海 中部近海 顯示浪也是逐漸增強 請大家盡量避免潛往海邊活動 而至於風力觀測的部分 黃色部分代表其實是目前觀測到陣風有九級以上的地方 除了藍雨 今天早上觀測到陣風13級以外 綠島陣風也來到九級 台灣本島部分 桃園到苗栗也都有局部九級陣風出現 而至於剛提到風力今天是逐漸在增強的過程 所以從風力的預報圖可以看到在今天白天上午的時候 上午的時候除了藍雨綠島風力是比較強之外 桃竹苗這些地方風力是比較強之外 慢慢的我們看到到下午的時候 黃色橘色分布的範圍是越來越廣 從原本的桃竹苗一直會向南延伸到台南這些地方 澎湖 他的風力也逐漸在增強的過程當中 另外金門也開始要注意到強風 所以颱風逐漸接近一點點 在南花蓮到北台東地方還有恆春半島也都要注意這些較強震風出現 我們預估今天 藍雨會持續出現11到12級的強風 另外 綠島澎湖也會出現10到11級的強風 這些地方我們要請沿海還有高架路段 一定要小心駕駛 另外如果有陰架還有懸崛的地方應該固定洗牢 至於在降雨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颱風外圍的環流影響 所以這些黃色綠色區塊的對流的部分 是實現一個逆時針方向旋轉的部分 那目前在影響我們的就是宜蘭花蓮還有大台北地區 台東地區有些局部零星的降雨發生 這樣的降雨我們在透過今天的預報可以看到 整體的降雨 主要就是剛提到宜蘭花蓮 大台北這些地方降雨是比較明顯的 中午過後 中北山區跟南部地區有些午後零星的雷震雨發生 而這樣的降雨從今天白天 到今天晚上 明天的白天 一直到明天的晚上這個過程 降雨幾乎是固定在 比較北台灣跟東台灣這些地方 北台灣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從原本的大台北逐漸向南 到桃園新竹 降雨也開始在明天會越來越明顯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在 宜蘭的山區新北的山區 北花蓮地方下雨的情況相對來說是比較明顯 下雨的時間也是比較持續 可能都會有局部大雨 或者明天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情形 就來看一下溫度的部分 因為降雨情況主要分布在 尹封面 所以尹封面這些地區溫度相對比較低一點 高溫來說大概就28到30度左右 在整體境內來說新竹隱南地區高溫都可以來到34到35度以上 甚至可以看到這種紫色區塊 36度以上的溫度的地方 在台中隱南這些地區 尤其近內陸的地方 溫度相對來高 沿海地區因為風開始逐漸增大 所以他向對面向內陸來的是這麼的高 因此其他人群今天要發布高溫資訊 提醒台中以南地區還有 金門地區今天可能都要盛放35或36度高溫發生的情形 最後為大家做總結 今天開始因為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因此在宜蘭花蓮甚至北部地區陸續會有一些震雨出現的情形 東南部地區也有一些局部的降雨發生 南部地區還要注意午後有一些零星的雷震雨 另外風力逐漸增強 除了沿海地區 西半部的平原地區 離島地區都要特別注意 另外沿海浪 持續提醒大家是比較偏大的 請大家避免到海邊活動 最後是溫度的部分 溫度部分今天在台中以南 跟金門的地方都要盛放高溫的情形 以上是這些最新的事項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